二十一滴血,然後你手裡是三法火球 好,我們再去看下去吧 希望我們可以粉打一波 非常好,非常漂亮 然後今天這邊來到了Termine 拿出自己的快攻套牌子 裡面看起來應該是一個海盜陣 起的內容...不算...呃... 再來一張敵廢內的海盜就最完美了 哇,哇賽 哇,你這個康塊陣容這麼完整 哇 哇,哇,哇,哇 會打,會打,會打,會打 會打 可以可以,蠻好吃的 可以 對,你應該會下吧 你...沒有巨...沒有白巨人吧 不下的理由是什麼 嘖嘖,他可能有飛龍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已經... 我不想復活這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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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復活這個是不是 怎麼可能 哈哈哈哈 我覺得是孔子戰 我... 好,那這邊為什麼考慮那麼久是這樣的 因為... 我覺得對面... 應該是海盜戰啦,我猜 然後... 一費他沒有出牌嘛 所以就是我認為他應該有二費牌的概率是很高的 二費牌的話 基本上是... 主要是兩張 一張是小斧 一張是那個... 二二三的那個海盜嘛 然後... 我真的想說呢 如果他是... 那個... 小斧的話 那我這邊出這個給他砍了 其實就是... 呃... 就是相當於是... 一費零二嘲諷 然後就被他砍了 覺得... 呃... 就是... 沒有很賺這樣子 對... 然後呢... 這邊就是... 如果我不出這張 他小斧 我就直接... 軟泥過來可以吃 而且還有機會吃到一把... 這個... 就是... 兩奈的小斧 然後... 除此之外就是... 我覺得... 我這個奶嗜血後面上的話 就確保一定的奶到嘛 如果... 如果是... 現在先上的話 就等於是... 應該是奶不到這個嗜血這樣 可是我最後為什麼還是下的 是因為我覺得如果他是二二三的話 我這一支就可以... 剛好撞掉 然後點掉 那如果說他... 我不下 他下二二三的話 那我又不可能是... 二費丟軟泥 那如果二費再下這一支 然後三費的話 我還要... 火衝點他 的話 我三費又不能做別的事 所以這樣的話就有可能會... 他下二二三的海盜 然後我並不好應付 因為他那個海盜還會... 衝一個帕奇士出來 所以這樣綜合考慮之後 我就決定... 還是應該一費先下這一支 而且除此之外就是... 我這個手牌其實是... 算很不錯的 因為我有那個五三四嘲諷聖盾 然後又有那個... 四三三的卡達克斯 這個打海盜戰都算是不錯的卡 然後安東尼其實... 給海盜戰的壓力也很大 因為他最起碼是個七費五七嘲諷 那又還有硬幣這樣子 然後... 所以就是... 我最好就是... 還是這回先上這個怪 然後對面如果小斧砍掉 我二費就軟泥直接出 這樣的話就... 比較順... 節奏就還不錯這樣子 所以即使沒有補到嗜血 也就... 沒有關係這樣子 應該整個對局... 這個... 只要能夠撐過去 打到越後面我就會越優勢這樣 不想給他古通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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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上面來個喜歡節奠者 這個就很厲害 對於叫二人好可以伸刀 多好 我看不起... 不猜 不是奧基我不猜 哈哈哈 好... 然後這邊我確實是有考慮 就是... 是不是應該要吃奧金虎這個問題 但其實... 我覺得是沒有必要的 因為就是... 等到他五費奧金虎的時候 我反正有聖鎮嘲諷嘛 那奧金虎看我的聖鎮嘲諷也不厲害 所以這邊還是要搶先出軟泥 這樣對面三費的怪都是... 最強就是... 334... 324的... 暴亂款 就反正最強就是四血啦 所以不管是... 哪一種我都可以配合火充 把它解掉 然後適配我就可以出卡褲子 節奏就很好 就很舒服 然後... 除此之外就是... 這個... 恩... 糟了... 剛剛那個有的訊息我有點煩 好... 除此之外就是... 這個... 恩... 如果這個對面... 最強的應該是... 再提一把小斧 然後加上那個... 降到一費的恐懼海盜 那如果是那種情況的話呢 我現在下一個軟吃的這個一耐刀 把一個刀把我砍了 然後下個三戰嘲諷 恩... 這樣他當然是很強 但是呢 如果是... 這種情況的話呢 假如我這回合不下軟 他還是可以砍我一下之後 然後踢刀下嘲諷 然後這嘲諷又踢我臉 這樣的話我會掉... 恩... 掉多少血啊? 這樣... 這樣要掉... 掉六血 我想想... 對... 這樣...這樣是掉六血啦 就是說...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就是... 恩... 我現在吃刀 然後他下回來提刀 下超狂然後砍我 然後下回三費再看... 如果抽個什麼寒冰鮮傻鬼 再把它點掉 這樣的話呢就是... 我最多就最多他這個一那一刀 攻擊一下這樣 所以我覺得是... 比較理想 對... 不要鬧了啦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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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沫吧 吸收...吸收傷害了 吸收傷害 或者是... 沒有應該還是白沫比較好 嗯... 唉... 唉... 沒有他應該不會這麼意氣用 不是... 我在想他會有什麼意氣用的打法 芬莉拿法師天生機 泰國那邊應該不會這樣... 這樣打吧 芬莉拿賊的 可以 然後呢 然後下一回下... 下一回南海水手海盜加成 嗯... 然後一刀把你的軟泥切了 呃... 當水果汁 當... 當... 當果凍汁 嗯... 好... 這邊其實我是支持那個... 賽平說的那個... 分力拿賊的技能 應該是不錯 因為他現在手上沒刀 然後他這邊兩個三費的話 都是... 打宇宙法算是蠻重要的生物 這樣隨便被我火充輕鬆解掉不好 而且我三費不一定有事情可以做 所以... 如果這邊是分力拿的技能我覺得... 其實是蠻可以考慮的啦 對... 那只是說... 對面他可能想的是那個... 他... 三費下個... 賣個怪給我 然後... 四費的時候就會... 我如果... 天生力點掉 所以他就可以衝那個... 庫卡龍 就這個... 他可能覺得跨龍可以打巴雪 就很厲害 這樣子之類的 對... 然後... 但我覺得他要賣 他應該賣暴亂狂 因為他暴亂狂應該不容易養起來了 以現在這個... 情勢來講 所以這邊... 他選擇賣這個... 三人之我認為... 不太好 YES 那你... 這哪個... 好... 意境... 對面神仙嗎 我們是到哪裡啦 那個... 那個... 七龍珠不是有些人先借那裡是不是 對面可能是... 怕這個... 我被打說... 如果他這邊上辣椒海盜 我就是裝水 哈哈哈... 大家都走了 沒有人要出來這裡啦 唉唷 啊... 這個牌好好喔 唉唷... 那可以硬幣 不用啊... 這邊卡就好了 喔... 下尾燒更多 然後再... 再可能復活之類的 就這樣可能好一點 唉唷... 唉唷... 那個可以去裝水了吧 哈哈哈... 唉唷... 好啦... 那這邊是這樣的 因為這邊我覺得... 我下回了五費 我想要做末日冰環 但是... 我做末日冰環之後 末日是有可能被解的 因為海盜戰的臉是可以砍出七傷的 就是小虎加... 那個... 什麼... 英勇打擊 就是... 可以在五費的時候打出一個七傷的效果 所以我的末日是不一定能站住的 而且就是... 我下回了冰環末日的話 我這回下卡達的話 我要多倍打四點血 我就說我不招火球 這樣我就剩二十血 然後下回我冰環末日 就是說... 對面五... 對面先五費 所以下回是對面提奧金補 然後我就剩十五血 然後我冰環末日 他那個... 都不一定要解我末日了 他如果英勇打擊直接在... 打出英勇打擊 砍我九血 我就剩六血 然後之後再神充火車王 我就死掉了 所以呢... 考慮到對面海盜戰可能會... 攻擊很... 很兇猛 所以我這邊還是應該先火球解掉 少吃這四點傷害 然後下回合他就會覺得他場面很多 他其實有奧金斧 他也不一定就提奧金斧走臉 他可能會覺得說應該先鋪場 然後他先鋪場 我再來冰環末日 這樣就比較好 然後即使冰環末日沒有清掉 對不對 那之後六費我就可以硬幣一天風暴 所以他還是不敢亂鋪場 就我聽說 這樣的話對後續發展會更好這樣子 對就是如果末日被解掉的時候 還是更好一點 所以就是我這邊還是... 先火球砸了 營養隊面鋪場 然後再來打我的末日金環combo 然後實在不行 等一下還有硬幣AOE的可能性這樣 厲害喔 我看到... 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他人完全就當機 哈哈哈哈 誰想來冒險啊 他在騙 他說 你...他說 欸導播導播導播 喔 喔 開不及按 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 他在騙 他現在直接砸了一顆火球 演的說我沒有辦法解啊 對不對 我排爛啊對不對 然後對面就 一波兇狠補場 我現在在 一把冰凍 一把冰凍心境末日 他做到了 是不是 是 我做到了 要我想想 要我想想 幫我看一下 幫我看一下 幫我看一下法師那邊聖擊獎牌 哈哈哈哈哈哈 你這個皮 好啦其實這裡我是很認真的 考慮真的要天生技 敬鬥之火的 因為 我手上還是沒有AOE啊 如果這回合 冰刷末日 然後對面已經有小虎在手 他等一下假如是 爆萬狂英勇打擊 把我的末日解了 然後這樣的話我就會 很痛苦這樣子 所以就是我這邊 真的有考慮這件事 就我要不要先 就是那個小火球 然後靜坐火 再解一波 然後下回合再看他 都弄些什麼牌 然後再來冰刷 心情末日 但是我想的是說 對面不一定 那麼天真 而且他換的這個技能 讓我很苦惱 因為他是素食級的 素食級的話 就是他牌位很多啊 我會解不掉 就我會跟不上 我的解會跟不上他的 一直補牌 所以我覺得這裡需要 搶先手 就是說我這邊 而且越早下末日 就是越南被解 所以我這邊趕快冰刷末日 然後如果運氣好 他沒有神抽什麼 英勇打擊把我解掉 就是也沒有牌可以解的話呢 那我之後就是 就可以有先手 但是這邊他也不一定會 教英勇打擊 因為他如果等一下 是抽英勇打擊的話 他還要考慮說 他如果英勇打擊解末日 被我硬幣呼啊 會不會更虧 所以他也不見得 就會選擇英勇打擊 然後七決解末日 就這七公拿來解末日啊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這裡還是 趕緊冰刷末日 然後 假如拿到先手下 我就可以拍拍這個 聖盾草紅怪 就會擋住他的 攻擊 是不是 21是不是 OK OK 他這裡 天生祭靜咒之火 我不信 如果他就是這樣做 你現在做我就開門出去 你現在做我就開門出去 我不知道這遊戲怎麼玩 不是要那裡捏他要幹嘛 不是要那裡捏他一套 你趁武器 我是不是覺得他 還是 其實 其實不至於他有 他有在看我們的TV 那五分鐘前的事情 然後 然後他有在聽 然後他是一個很反骨的人 所以我們做什麼 動作 然後他都不會理我們 那你不要投降 還要還要還要 還要還要 可以可以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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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正常對局 正常對局 欸 3456 差1 差1 1 嗯 錯一張吧 看有沒有那個 英勇 英勇 可以解掉 我自食也可以 自食也剛好是 我精英也可以 哇 亞謙 睡覺囉 好下一回合 下一回合也不要怎麼卡砸 無趣 硬幣大法師 不是嗎 AD大法師 不是 好的那這裡我去的是有考慮掉 硬幣大法師 因為 對面 解不掉末日 說明他拿不圖機一張 那有這邊如果 硬幣大法師的話 應該大法師 蠻有可能可以贊助的 然後下回合就 可以開刷 就卡砸褲子硬幣 可以 或是 就是然後 然後再丟那個什麼火 這樣就可以開刷 但是呢 我想的是 對面也可能是 不願意把傷害交給末日 因為他幫我硬幣 然後 所以我這邊就是 先下個聖誓草寶 比較安全 那免得對面什麼雙運用打擊啊 就打我臉 就是 十一傷嘛 然後我就剩十二血 就看起來就很危險這樣 對啊 所以 這邊 還是先 下個聖誓草寶 比較好 而且我如果聖誓草寶 他解不掉 對不對 那個我之後 七費安東里硬幣開刷 也可以刷兩個火球 安東里就躲在草寶後面 他會更難解 另外就是要考慮對面武器是兩奈嘛 兩奈 兩奈的話這回合 砍我臉是 必須做的動作 但我下這個聖誓草寶 他就只能砍在聖誓上面 還要自己掉三血 就很虧 因為他是術師技能學 對他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這邊 聖誓草寶是最好的 免得之後他有一些小怪在場 我的聖誓草寶就沒那麼厲害了 我覺得這個想不錯 這個很強啊 我賺這個武器耶 你解給我看 這想不錯 這個很 難道你怕對面我宰殺嗎 師傅你怎麼看 這師傅 師傅怎麼看這一手 師傅 我好累喔 差一張 我好累喔 對先升級 然後 那個充掉 充掉 然後打掉 欸 喔也可以 被我還夠 還行還行 不過這李洛還沒來之前 這邊都還有機會 尤其是武器這邊 4加硬幣是 就那個啊 林幣然後中那個 金咒 那 這樣也不錯 但是我自己會比較希望是 苦痛進 苦痛進 苦痛進之後 下回卡札硬幣 開 讓痛苦 怎麼對我 好 對啊 這邊我們跟賽平 觀念一致這樣 就是說因為卡札為什麼 不要隨便贏 因為你不知道你需要什麼 所以我這邊先打苦痛進咒 然後如果下回對面 不解苦痛的話 就可以合理的認為 對面是想要強死我 所以這樣的話 我卡札就會硬加假 但是如果這邊苦痛進咒 對面解苦痛的話 那我可能就會覺得 那我要卡札要拿AOE 或是拿鋪場生物 就什麼 造物惡魔之類的 所以就是說 卡札故事不要 沒事隨便印 像有些人就覺得說 啊我試費 沒 就是說 像剛那時候試費的時候 有些人就說 啊我試費卡就堵下去 然後幹嘛打火 就擠人家死神 但因為那時候 你不知道你要印什麼卡 就是說因為宇宙法 打海盜戰的時候 是 變化多端的 像是對面的那個 速式鍵也是後面換的 所以就是 你如果卡札太早印的話 你可能印的東西 就不是那麼合適 那這樣的話 那個收益就沒有那麼大 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我還是卡札要留到 我知道我需要什麼的時候 我再來印那個 相對應合適 最好的卡 這樣會比較強 對 苦痛點自己的 他應該不會想要用 去砍 苦痛才對 因為這樣等於我吸收傷害 這還是 泰國這邊 他剛剛用 他要用下一張334 讓他後面的 還沒有辦法利用海盜去做 升級 這裡應該是 他刀 難過 刀應該還是要交給苦痛 然後 4-1砍 然後 3 我可能會1加4 我3就不下了 這樣可能水晶會剛好打滿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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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好啊 這邊就可以看出 對面是在防獵焰風暴 所以他沒有選擇1加4 他選擇是1加3加 那這個其實 我覺得 差不了很多 這樣子 就防防AOE也不能說他錯 因為那個4什麼時候打武器 都是還是可以加工的 對 那只是說就是 就是看你怎麼想 如果你覺得說 如果對面有利焰風暴 我贏不了的話 那這邊你就應該要 把那個4倍先丟出來 然後下回上那個 船長buff 哇 就很厲害這樣 對 但是他這邊線上傳染的一個好處 是我火衝 點不掉他的1 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見仁見智 就是說這邊就導致說 都可以 只是我覺得1加4更好 但是可能是個人觀點這樣 可以是 我不太懂 卡雜 全體4傷 4傷 4傷活3 全體4傷 不用就拿5的啊 全體4傷就可以了 就5啊 4傷活3 43活2 活2 活2 然後活1張末日 好 然後這邊我剛剛是在想 我有沒有可能 先動住他的暴亂 然後點一下暴亂 然後下回就可以爛喔 火山藥水全體 但這樣的話要吃5點傷害 所以就是 我覺得還是不好 對 所以這樣的話還是要 印卡這樣子 對 那就是要印卡 就要趕快印卡 因為印卡要挑 挑可能要花時間想 所以就是說 這邊看起來印卡是最好的 然後如果印不到要的卡 再動暴亂 然後點一下 那如果印到 AOE就直接打出 因為可以硬力打嘛 所以這樣的話是 比較理想 就我個人覺得 所以就先印卡 對 然後這邊第一個印卡的時候 這三個選擇 當時這個是 需要稍微想一下 對 那我覺得是 不能 我本來有點想拿5傷 但後來想一下 我覺得不能拿5傷 因為 這裡的話 拿5傷就沒有夢想了 就是說你 下一張牌 如果有AOE的話 你的5傷就太累贅了 那如果你這邊拿那個 招兩個的話 你下回合就是 如果來AOE的話 就是神卡 就可以直接打了 三場 然後呢 就是如果 來的不是AOE 來的是5傷的話 那再動作暴亂 然後點一下 然後之後就是 下回合可以擔弄 藥水 全清 然後 再下回合 再這個 打這個什麼 5傷 然後 就是 招兩個怪之類的 對 反正就是 再想辦法 就是說那個 如果拿不到AOE 對 那但是這個5傷不能拿 這樣子 因為5傷拿了 也不可能硬幣打 那個什麼5傷 不管是招兩個 或是 就不管復活兩個 或是出525的話 這邊硬幣5傷一打 也 也就那樣 也沒有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這樣子 對 所以我還是想要 就是 拿AOE 然後搭配這個 復活 應該是 現在能夠看到 最好的 銀卡結果 好 單 這裡好難喔 火惡 火惡有什麼好火的 有末日 末日跟 末日 苦通 這要是 欸 漂亮 他沒有拿5傷 因為第二輪還有5傷 所以就是打4火惡 打4火惡 漂亮 選的好 真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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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日卡一手 下一回合9費 大法師 大法師 冰毛 管你要做什麼 都可以 反正你後面都是法術 那你為什麼不找你冰毛 你為什麼不找你大法師 然後說這裡 沒有我這裡沒有要打 我這裡冰毛冰3 4 我再騙你一手 我就去喝水 我就去喝水 我就不玩了 我就去喝水 我這裡冰毛只冰那個3 4 你下怪跟我打 我等一下 蒼藍龍5傷 有沒有 厲害 好啦 那個就是這邊 我就是 呃 不會這樣選 就是說 如果對面不是術士技能 我是真的有可能會打冰毛火 從這個 就是再扣一輪這樣 因為如果對面技能不是術士的話 我就騙他一下 然後他把牌交出來之後 我帶AOE就很穩這樣子 對 然後我還可能復活出那個牆什麼的 就有死那個生存嘲諷 但是現在是這樣的 現在是說 就是 對面拿的是術士技能 所以這樣的話我會希望打得更快一點 就是我需要搶結鬥 然後把他打死 能打多少血打多少血 盡量早點把他打死 然後讓他不太敢抽牌什麼的 所以這邊我就要趕快打這張卡庫是藥水 然後搶先手 然後之後就可以 比較快的贏得比賽勝利 然後避免這個他一直抽牌之後 他的牌就太多了 我就應付不來了 對 所以對面是數字技能 我就不會打那麼彈 動住 但是 那個如果對面是別的技能 我是真的有可能會 動住火衝 然後下回如果他不鋪四血以上生物 我就攔農火山藥水 對 這樣也是蠻不錯的 對 他們賺 站這邊趕快抽牌吧 這不抽牌你就走囉 不是我也要走囉 我已經 我已經沒有戰力了 我還留在這裡幹嘛 好 然後我覺得這手其實是可以傷血的 就這手如果我是對面的戰士的話 其實是會考慮直接把 事費武器加攻的那張牌丟上去 因為那張牌丟上去相當於是打了三傷 就如果說他武器回回砍嘛 就相當於打了三傷 他手上應該已經抽到了十傷 你就只要再抽七傷就能把這個法師打死 對 所以就是 他這邊不下 下回帶下 其實 其實用處不大啊 因為以一個戰士來講的話 你現在的怪 生物 在法師面前應該站不了場 就是說 不管法師 就是多麼爛抽 你應該都很難站入場 對啊 所以這邊要槍制法師 才是比較有可能贏的做法 然後這邊浪先手的話 你之後生物應該是站不住 然後就準備輸這樣子 好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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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能算是可以打出旗上的 所以這個大把是這樣一冰矛 基本上我就覺得贏定了這樣子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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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上面給機會啊 他打的也怪怪 真的是怪怪 厲害 好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就是他剛剛那回合如果有照我講的 先丟這個 這個加武器攻擊的海盜的話 就是 其實你看他這個傷害是夠把我打死的 就如果我沒有雷諾的話這樣子 所以還覺得對面那回合我押末日的時候 就復活出末日他沒有下張牌 是一個小失誤這樣 但那個一般人比較難做到 因為一般人可能會覺得說我這樣子 試費把武器 就像打一張試費升級好像虧虧的 那他還沒有加耐久他只加了攻擊力 對 但是你不這樣打的話也是更難贏吧 就是 那個鞋哪對 雖然沒有差4加1 兩費 所以我沒有差4加1 2加1 3加1 1加1 2加1 1加1 4加1 3加1 1加1 3加1 1加1 1加1 4加1 2加1 4加1 1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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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現在用就火球管理槽上 從那麼一路打掉 你等一下你不會用這個去撞武士吧 那你剛就應該撞 那你剛就應該撞那個然後撞33好嗎 咋啦 該找錯了 對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控制 不是啊那你為什麼要炸 你炸一個山菜 你去倒水 你炸一個山菜 你炸一個山菜 那這邊是這樣子的啦 就是說 因為這個如果我是大法師撞33 我大法師就是 54嘛 對那這樣的話就是應該比較好啦 對那我這邊就是這樣打的話大法師就剩52 對面可以一刀就把我撞 或者丟個什麼傳攻上來就把我撞死 對那所以這邊當然就打錯了 就是打錯了 結果我應該要先過牌 然後過完牌之後就是那個大法師撞33 然後火球解50 這樣才是對的 對那這邊為什麼會這樣打錯 對那這邊為什麼會這樣打錯呢 就是因為我本來以為我已經要贏了 所以我就想說就火球解解怪 然後大法師踢7點 然後就可以很輕鬆拿下勝利 那可是我後來火球解完第二塊之後感覺怪怪的 就發現我手上就有一張火球 火球在解第二塊 然後就沒 還是就有一張火球 然後大法師踢個臉的話 對面就是剩16血 那我就手上一火球啊 還插死啊 那就不知道要怎麼打 就覺得說這樣不保險 就是說 就火球太少了 所以我這樣的話還是要用奧數追刷火球 這樣我的火球會多一顆 這樣的話火球會比較夠 奧數追刷火球之後就發現 那這樣的話那個五四如果不撞的話 就是 就那個 就可能有點危險 雖然我有雷諾啦 應該是不危險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不太想在這場打出雷諾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 對面會覺得我就是很狗啊 就李莫法都有雷諾這樣子 然後當然就還要打不贏 這樣沒有辦法打擊對面的士氣嘛 所以想一想就覺得 那這樣的話就是 我如果要不打雷諾贏下這場勝利的話 現在最正確的打法 當然就是要用大法師把這個五四敲掉 當然我知道這樣打的話 全世界都知道我打錯了 但是也沒有關係這樣 因為 就你知道以前有個維持很厲害的人 叫李昌浩嘛 然後他很有名的地方 又在說他有時候下錯一手棋之後 他呢會悔改 就他有兩種下法 一種下法是他可以掩蓋那個錯誤 這樣就維持思路一致 然後別人就不知道他有下錯這樣 另外一種就是他會讓全世界都知道他下錯了 但是他那樣下可能更穩 就更可能贏這樣 更不容易輸這樣 但是我這邊也是一樣的 我鋼彈也可以假裝沒有打錯 然後就火球砸另外一個怪 或者是我就火球走臉 大法師撞臉 這樣的話他就 這個 剩這個 死血嘛 對不對 剩死血 然後手握一火球 對不對 但是 覺得這樣都是 太忙了 覺得說這樣的話就是 就不穩 就等於是說 現在已經是優勢無限大了 然後還給對面翻盤機會 所以我現在想說我要一點機會都不給對面 然後我這樣打就是最穩的 雖然大家會覺得我打錯 但沒有關係 因為這樣的話我就一定會贏了 而且我這時候已經比較疲勞了 就是說已經有點累 所以我就覺得說我就這樣打 打個最穩的就好了 這樣 對 你這樣五二 你這樣大法會不見欸 你會不會大法滿七滴血 你每回合打兩顆 你手裡有李諾 二十六滴血 滿七血大法師 到底誰會死 給機會啦 台泰友好 台泰要不要買醬 不會開這個笑話 不是很高的 對不起 蛤 沒有沒有 他 找獲勝方式 十五七 十七 嗯 三張手牌 對 是我的話 我就 對不起 就 這裡喔 我就打自己兩顆吧 我猜 我們要選一個 絕對一定錯的方法 他就會打一個 好對面 謝謝握手 但是 可以考慮走 因為再來刀都不能動 嗯 你不會現在爬到金吧 你這樣很丟臉喔 你怎麼有資格 怎麼會這樣 就這麼難回 真的喔 到底這遊戲什麼了 啊 哎呦 跳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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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兇一波 最終之戰 李弱樹 啊